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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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这门课的第一讲 跟国际汉语教学设计有关的基本概念 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国际汉语教学 与汉语二语教学设计之间的关系 我们通过几个基本概念的阐释来展开讨论 跟国际汉语教学设计有关的基本概念 有这样几个 我们从这几个关键词展开 他们是汉语第二语言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 国际汉语教学 汉语教学设计 首先我们来讨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 它指的是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它与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对应 主要指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 其次是对外汉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 可能是你熟悉的一个术语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汉语第二语言教学 那么什么是国际汉语教学呢 我们围绕国际汉语教学 跟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 来阐释这个概念 对外汉语教学 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 是在中国境内 教授外国学生汉语的一个学科 它的教学对象 最初主要是来中国上大学的学生 他们先接受汉语的预科教育 或者是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大学生 他们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 比如 国际汉语教学这个术语是本世纪初提出来的 它更关注在中国以外的汉语二语教学 所以我们讨论国际汉语教学的时候 首先要注意到 它主要是在非汉语环境的教学条件下 展开的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 进行国际汉语教学设计的前提之一 是这种汉语教学的条件 是非汉语的教学环境 它与汉语的教学环境相对 我们下面简称非汉语环境和汉语环境 其次我们对比一下这左右两侧的图片 它们分别来自对外汉语教学和国际汉语教学 对比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发现 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 一般是多元文化背景的 而国际汉语教学的课堂 由于要在某个国家进行 它往往是单一文化背景的 这里的多元只学生来自不同国家 单一只学生来自同一个国家 第三 通过进一步的比较 你还会发现 国际汉语教学的课堂里 多半是青少年 因为大多数教学 要在中小学展开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国际汉语教学的主要特点 它是在非汉语环境的教学条件下 针对某个国家的学生进行的汉语教学 教学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和儿童 基于上述的这三个特点 我们提出国际汉语教学的第四个特点 那就是国际汉语教学的教学内容 主要集中在零到初级阶段汉语水平 本课后面的十七讲 主要都在这个范围内展开 特别要强调的是 教学内容往往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 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汉语教学设计 一个教师在走进课堂之前 一定要知道今天的课要教什么 怎么教 还要知道以什么方式 学生就会接受教师的教学指令 并掌握所教的内容 要做到这一点 你就需要在上课之前进行教学设计 简言之 汉语教学设计 就是教师针对教学对象 结合课程需求 对汉语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 所进行的设计 国际汉语教学设计 会涉及很多工作 以下一些是主要的 比如分析学习者的需求 在了解了学习者的需求之后 你要设定教学范围 设计一些话题 在这基础之上 你要安排交集任务 来衔接话题 在教学范围确定了之后 你要选择适用的汉语句型 词汇与汉字 对汉语语言要素进行综合的设计 然后你要选择适用的文化要素 纳入教学设计 最后 根据学习者的特点 设计你的课堂教学活动 在这些都结束之后 你还需要根据课时 与课堂条件 来安排你的教学步骤 选择一定的教具 最后再编写教案等等 我们这门课 也将围绕这些内容 展开介绍 现在我们来看一道思考题 假设有这样一堂课教给你 你会怎么来设计呢 假设你将前往新西兰某个小学 担任五年级学生的汉语老师 不过你的学生从来没有学过汉语 这些学生每个星期有一节汉语课 课时是50分钟 一个学期一共是10个星期 你的任务就是 针对新西兰小学生零起点水平 设计10节50分钟的汉语课 现在我们来听听海外汉语教师 是怎么安排的 我叫丽雅芝 2017年在新西兰进行汉语教学 我的教学是这样进行的 首先 我会进行调查研究 确定教学内容可能涉及的范围和话题 接着 我会根据汉语的特点 确定每节课要交给学生的汉语语句 最后 根据新西兰学生的特点 设计符合他们心理特点的一些游戏 帮助他们学会并理解汉语 你呢 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安排 你觉得这样的汉语课 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应该怎么安排 希望你在思考以后 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 怎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呢 这也许是此刻的你心中的一个问题 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际汉语教师 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诸多的技能 跟这门课有关的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了解国际汉语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 二是掌握国际汉语教学设计的基本技能 感谢你的参与 再见